Hello,大家好,又是我麥花田 今年的冬至,大家都沒理由會出街吃晚飯 很多人都會叫盆菜回家吃 我們都是吃盆菜,不過這個盆菜就是我自己做的 至於做盆菜這麼辛苦,這麼多工序 為什麼還要有字不在,拿苦來生呢? 如果選料上勝,整個盆菜的成本 都不比外面買的便宜很多 很簡單,外面買的盆菜會預料食用的份量 什麼六至八位用 但是這個份量是估計份量 很多小朋友吃肉獸 有時候一個小朋友的食量等於兩個大人的食量 你們都不是未預料的 那盆菜夠不夠食? 份量都是自己預料好些 加上自己可以買新鮮的食材做 你和我的人生都不知吃過多少個盆菜 不如考考考你們 到底盆菜的盆字是怎樣寫的呢? 哈哈,約定俗成的話 其實兩個盆字都會有人寫的 不過要選一個正字的話就是這個 為什麼? 盆菜的典故,以前南宋末年的時候 皇帝被元兵窮追猛打 逃難經過廣州、香港這些地方 來到香港的時候 圍村的村民為了熱烈歡迎皇帝和大批軍隊 找了他們家裡最佳的佳鴨 暫時之間找不到那麼多聖在食物的器皿 於是大家就把所有食物放在一個大木盆裡 就形成了當時第一個盆菜 盆菜的盆字,分字下面一個名字 這個才對 究竟整盆菜又是不是大家想到這麼複雜呢? 整盆菜聽起來有很多功夫 只要我們分好什麼做先、什麼做後 其實難度不是真的想像中那麼高 基本上最浪費時間的就是鮑魚和冬菇 首先我們會浸了冬菇 然後去處理鮑魚 鮑魚其實基本上起了肉之後洗乾淨就可以備用了 等冬菇完全浸到軟身之後 我們就可以預備薑蔥去炆鮑魚了 要做盆菜 首先就要處理了最浪費時間的東西 就是這些厚身的花菇 要浸花菇一定要用室溫水 普通的水喉水就可以了 千萬不要用熱水 打算它快一點可以浸軟一點 這樣會令味道流失 很多人也覺得花菇很久才浸得完 最好就像我一樣 放一碗水上去壓住它 隔了一段時間之後 我們就可以檢查一下哪些冬菇已經浸得比較軟身 順便剪走冬菇丁 有些人還會留起冬菇丁來熬湯 那些大頭蝦經常都忘記拿冬菇丁出來 如果一會兒吃盆菜 還有些冬菇丁在那裡 那就實禮死人了 這個時候如果摸到冬菇仍然比較硬 我們再浸多它一會兒 在等冬菇淋身的時候 我們就去處理一下鮑魚 今天買回來的鮑魚可以說是非常生蠻 你看 如果你有看我上次做的薑蔥鮑魚煲 應該記得我用牛油刀來起鮑魚 其實用匙巾也可以 只要把匙巾放在鮑魚和鮑魚殼中間 圍著它轉幾個圈 其實很容易就會起到鮑魚 洗乾淨鮑魚之後 就要記得把咀的部分切走 因為這個部分是非常硬和不好吃 要切走鮑魚的咀 其實難度並不是太高 基本上把刀斜一點切 就可以輕鬆切走紅紅色的鮑魚咀 千萬不要以為清潔鮑魚的工作已經完結 刷鮑魚是必須的 首先預備一支牙刷 其實刷幾下 已經看到鮑魚有刷和沒有刷的地方 是兩個世界 你看 所以不刷鮑魚真的會把那些臭食物吃掉 大家看著我刷鮑魚的同時 也都留意一下我白色點上面那盆清澈的水現在變成怎樣 如果嫌些裙帶還沒清理乾淨就最好還是撕走它 看看白色那盆水現在變成什麼 就是一隻鮑魚的泥沙 然後再看看刷鮑魚的before和after 真的以為鮑魚去了韓國一趟 雖然刷鮑魚比較浪費時間 很難100%清掉所有泥沙 但盡力刷都會看到很大分別 乾淨了 拿乾水分就可以把鮑魚放在碟裡備用 接著就要處理一下薑蔥 那我就預備了1塊薑和2-3棵蔥 洗乾淨之後就用廚房紙抹乾 接著就把蔥切斷備用 薑的處理同樣簡單 洗乾淨之後就批了旁邊的皮 然後也是切片備用 深水清的你們就知道 現在要回去處理剛才沒浸淋的冬菇 這個時候冬菇就應該軟了 不過千萬不要倒了冬菇水 我都說過浸冬菇的水其實是充滿flavor 充滿冬菇味道 所以隔了一支沙我們就會留起它備用 燜冬菇鮑魚要令冬菇入味 就是要把剛才浸冬菇的時候 冬菇飲飽的水把他們擠出來 這樣才可以令冬菇在燜煮的時候 吸回燜煮的時候的湯汁精華 哈哈 道理就好像你吃了一個漢堡包 再去吃自助餐 就吃不到那麼多東西 擠出來的冬菇水就可以隔渣 然後跟頭子的冬菇水倒在一起備用 這些就是我燜冬菇鮑魚的材料和調味料 有鮑魚 冬菇 浸泡 薑 這些不是冰糖來的 是我的自家製雞湯粒 用自己的雞湯也可以的 冬菇水 冰糖 醬油 老抽 米酒 我還有一個靈魂調味料 不知道你猜不猜到是什麼 一會兒告訴你吧 就是壓力鍋了 不過是否一定要用壓力煲呢 如果沒有壓力煲的話 把冬菇、鮑魚、薑蔥用鍋炒後 再放入湯煲三小時 都一樣可以炒至鮑魚和冬菇非常入味 非常軟 我這個壓力煲有尖炒的功能 所以一煲就完成了 熱煲下油 然後就可以加薑蔥 因為這次只是炆煮 炆煮後薑蔥都會撈起 所以沒有分開蔥綠和蔥白 倒進去一起炒就可以了 有香味的話 就可以把鮑魚加進鍋裡一起炒香 炒幾下 炒勻了就可以下冬菇 如果剛才擠冬菇水 擠得比較徹底的話 現在應該炒得比較乾 現在就開始調味了 首先就下一些生抽 有了鹹味後 就放一些色 加一些老抽 然後就可以炒勻 你發覺冬菇和鮑魚都上色 就可以下米酒了 米酒比較容易蒸發 所以都要盡快拌勻它 這個靈魂調味料就是蠔油 其實蠔油和鮑魚冬菇是非常合 不要小看蠔油 加一點下去有滑濃點精的作用 整個盆菜都會濃味很多 下完調味料 拌勻它就當然了 不過蠔油本身都有鹹味和色素 所以如果你不下蠔油的話 就可能要下多些生抽和老抽 調味和色之後 就要下一些可以提升這個盆菜更多味道的液體 例如是剛才備用的冬菇水 自家製的雞湯粒 或者買回來的雞湯都可以 我的特大雞湯冰粒 每一粒是大約50毫升 所以這裏就約200毫升的雞湯 你可以選擇把自己的雞湯粒 融成液體才倒進去 不過因為壓力都高壓和高溫 其實4粒的冰粒很快就會變成液體狀的雞湯 攪勻之後就可以放些甜味 準備下冰糖 咸甜的東西當然是個人喜好 我通常會選3-4粒左右比較大粒的冰糖 不過下冰糖就要注意 冰糖沒有平時放白砂糖那些容易溶 所以放冰糖一定要接觸到煲中的湯汁 如果放在冬菇和鮑魚的面上 就要用湯殼或鑊鑽 把冰糖壓進液體裡 讓它接觸到足夠的液體 這樣才可以確保冰糖可以完全溶解在湯汁裡 燜冬菇鮑魚其實是全盆菜的精華 因為這些燜冬菇鮑魚的汁 其實就是整個盆菜最底層的汁 如果用壓力煲的話 關蓋之後 記得把壓力塊撥到正確的位置 令壓力鎖在煲中 然後我們就會把壓力煲 調到用高壓的方法 燜煮60分鐘 不用壓力煲的話 普通的湯煲燜煮大概要2-3小時左右 為什麼燜煮完的冬菇鮑魚放在玻璃碟裡 要冬菇鮑魚很入味的話 真正的秘技不要即日成 預早一天就去燜煮 最好放在冰箱裡冷一晚 第二天拿出來的冬菇鮑魚就會最入味 如果你有看我之前的YouTube影片 有時會用一些雪藏雞 其實用雪藏雞加在盆菜裡是沒問題的 不過今次我去超市買了這個冰鮮雞 就是這隻三毛雞 通常吃中菜大家會比較講究那隻雞滑不滑 油份足不足 而我買這麼多種雞裡 其實無論是法國還是巴西的雪藏雞都好吃 但如果你真的說油份 如果你真的說油份 和要說到雞是比較滑的話 蒸完之後的三毛雞油份都仍然非常充足 非常之嫩滑 我認為是最適合用來做盆菜的 要醃雞了 要預備一隻三毛雞 花雕酒 麻油 和少許雞粉 剪開袋口後 你看我和第一集的口水雞一樣 我要用廚房紙包著頭才敢落刀剪 然後剪了屁股不要的地方 雞腳部分也剪得比較多 因為我會放在一個鍋裡蒸 怕它關不上蓋子 清走多餘的脂肪和內臟 就可以準備醃雞了 我們會先放液體的 首先放些麻油 把它massage搓勻全身 然後放些花雕酒 一樣 旅旅外外前前後後全部都要搓勻 放完液體才放固體 免得洗走雞粉 現在放雞粉先放一半 搓勻後再放另外一半 然後再搓勻 醃好的雞放在蒸架上面 我會用壓力鍋來蒸熟 很快蒸熟就可以拿出來攤凍了 攤凍了就可以切剪備用了 大家會不會覺得豬皮是一些很油膩 很不健康的東西 當然豬皮你吃太多都很難說很健康 不過久不久吃一次我覺得都OK的 盤菜不是經常吃 多數我都會加這個豬皮 因為它吸了湯汁之後非常之惹味 不過豬皮是需要適當的處理 買回來的豬皮清洗乾淨之後 你會發覺都好像是油膩的 就會煲一盆滾水 放豬皮進去煮一下 洗掉最外面的油脂 是不是已經可以了呢 這樣都不能夠保證豬皮爽脆的 煮完之後我就會預備一盆冰水 煮完的豬皮放進冰水裡面 這樣就可以確保豬皮非常之爽脆 在煮之前我就會好像剛才的冬菇一樣 將它多餘的水分擠出來 我們將豬皮放入盤菜最底層 它會吸收湯汁的時候就會吸收得更加多 豬皮就會更加好吃 今天非常之幸運 去到這個街市買海鮮 無論是買鮑魚還是買蝦 都是非常之生猛的 想知道它們生猛的 你們記得看到這個影片的最後 有一個非常之特別的特備節目 不要錯過 如果買回來的蝦不是太生猛的話 基本上你剪了多餘的竹鬚、蝦腳 煮完之後就可以備用準備放上盤菜 如果我買回來的蝦非常生猛的話 就可以先煮這些蝦 蝦當它一轉色轉到橙色已經可以撈上來 然後煮熟這些蝦之後才剪那些蝦鬚、蝦腳 然後就可以放上盤菜 其他的食材很簡單 買回來清洗乾淨 這些這麼大顆的就是長洲魚蛋 無論是炸魚蛋、白魚蛋都好 用少少雞湯先煮它 煮它一分鐘都不用就撈上來 因為待會吃盤菜都會加熱 只要它不完全冰凍、雪藏一樣 基本上已經可以了 今次我用了一個西蘭花 用小刀切成小小棵 然後就可以拿去清洗 有些人怕西蘭花有蟲蟲 所以就用鹽水浸它 因為長時間浸泡西蘭花會令維他命、營養流失 所以我就沒這樣做了 西蘭花不能煮太久 一來怕它太軟 怕它沒有綠色 放上去的盤菜就不太好看了 我不是很好這個芋頭 因為我怕芋頭煮了一段時間之後 它會融、散散 除了太重的芋頭味 會令到它有點一粒粒 所以我就沒有加芋頭 我會加蘿蔔 以往的經驗 白蘿蔔是千萬不要放在冬菇和鮑魚上一起炆 因為炆完之後的確 蘿蔔有入味又軟 不過第二天 你放在盤菜再滾的時候 蘿蔔就會太軟 咬口就不太理想 軟自治 根據我過往的經驗 我已經進化了 現在我只會把白蘿蔔切完粒之後 當日才放在最底層 讓它滾最久吸收最多肉汁 一樣會令到蘿蔔很軟身和入味 來到宇宙大合併當然是把剛才預備好的菜式放在一起 有西蘭花、豬皮、鮑魚冬菇、長洲魚蛋、白魚蛋 咦?為什麼有燒肉? 這次真的是出貓 家人就買了這個燒腩仔給我放上去 我真的無能為力 沒理由一個家裡會有炭腦 暫時未有能力可以做到一個 比外面燒腦店燒得更香更好吃的燒腩仔 基本上如果你不喜歡吃燒肉、燒腩仔 你可以用其他肉類代替 我以前會炆牛腩 但後來發現牛腩的肉味太濃 炆牛腩已經有一層牛腩汁 炆鮑魚、炆冬菇也有另一個汁 所以令到盆菜好像不知怎樣 後來就沒有再用牛腩 OKOK 所以有買回來的燒肉、蒸雞 還要預備一個煲 還有剛才長的蝦、切粒蘿蔔 可以開始大合併了 大功告成 一個自家製盆菜就是這樣誕生的了 不要走,記得先看特別節目 看完我做這個這麼開心的盆菜 除了冬至可以做這個盆菜之外 團年飯、大時大節 大家可以考慮做這個盆菜 和自己和家人開心 下次再見 走之前記得訂閱我的Youtube Channel 和Like這個影片 下次再見 拜拜